你们的细胞有没有感应? 如果各位想知道我Peter Sir最新的水晶资讯 请订阅我的频道和按这个小铃铛 追踪通知我每天会准时12点和你见面 今天和大家讲讲众没 世界的本源是一个震动 而声音的震动是一个完美的表达 西藏众没远在公园大约600年前就被人发现了 并赋予很多神秘的传说 它源于喜马拉雅山的 它由金银铁石原控这七种金属所组成的 再以当地的银石去骁容提炼 再经人手打造而成的 这七种金属分别对应不同的行星和能量 每个种没都有其独特的质地和音声 它用来演奏去帮助身体能量的调整放松 同时可以平衡调和人体的七个物理 会化这个细胞 帮助释放这个负面的情绪 换成身体的所谓的自愿能力 好了 水晶纵没透过水晶的高频能量有不同的颜色 代表不同的轮位 因为人一般来说我们有七个物理 可以达到很快速看到这个效果 现在现代人大多数的疾病都和这个情绪是息息相关的 纵没音乐从这个根源可以切断和释放负面的情绪 它不单单纯对这个疾病也都通过舒缓焦虑 紧张和失眠令到人身心健康 提升健康生命力和生命的质素 当这个纵缝运作的时候 人体也都会随着这些纵缝的音波得到共振 形成涟漪震动式的外摩和调整 可以重新换成淨化和激活我们身体细胞神经的组织 舒畅体内能量的流动 打开阻塞物流和不舒服的部位 同时也可以解放缤紧的肌肉 可以让这个练习者瞬间可以回归内心的平静 就是我们很放松 更加可以帮助练习解除身心的紧张 从而也可以释放 将身体里面储存的创伤 不好的全部很快很快清除 提高身体情绪甚至心灵正确的共鸣方法 令到身体找回原本有的共振频率 当纵缚运用在身体 即是我们放在不同的地方的时候 这些共鸣的频率就可以将低频的细胞充满正能量 令它们恢复健康 我四月份也会有个纵缚清洗这个课程 到时大家可以体验到纵缚音频 怎样可以令细胞充满能量 好开心哦运气就回来的了